我覺得我歸根就底一句話 他真的越賭越大 為什麼會這樣賭下去 我覺得真的 我很訝異 因為其實他 這有點像在藍綠對決 而且剛才我早上看到那個記者會 我覺得怎麼會去市長去罷免議長 當然現在他說不是 可是國民黨市黨部主委 也跳出來 還沒有否認 事實上我知道的確是也有在 我覺得當時有一點就是恐怖平衡 你要罷免市長 好 那我也罷免議員 秘書長 你好像常常聽到風聲 對不對 我之前就跟我說 我聽到風聲很多 對不對 沒有錯 這印證了 就你要罷免我 那我也罷免你 大家一起來 我覺得你讓基隆 突然讓全臺灣都注意 當然也是某一種行銷效果 不過現在看起來 都是比較負面的 特別是我覺得如果要罷免 也不是說不行 那你就必須要把罷免的正當性說清楚 為什麼罷免 如果人家誤會你 人家說你拉K或什麼 那個我覺得算比較嚴重 可是那議長做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罷免議長 那現在議長 包括浩瀚還有好多政文庭 張志豪他們 他們是站在監督的角度 我其實這個名義代表監督市政 是本來就是這樣子 完全沒有偽藏 只是說如果他有舉出 有捏造什麼證據 有什麼如果違反了刑事法令 或者違反了政治的常態 那你發動罷免就有正當性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這樣作為真的是 只是讓人要再看笑話 還有剛剛慧珍其實也提到了 你看現在他不是只有這個案子 既然還有很多重大工程 我們也知道本來就有政府採購法 那我現在聽說是全部 是不是都要移送是不是 好吧那就大家一起來移送 全部一起來檢驗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已經講了一個月了 從二月一號那時候 沒幾天真的講了一個月 那你合約到底是什麼 拿來提醒一下 對不對 給我們看一下到底合約內容 其實你有套算的公式 他有套算的公式 你把合約拿出來 把前後兩個合約一堆 清清楚楚 你資料不拿出來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去比較 還有剛才就是說這個 因為我以前在海洋大學教授 的確你說只有同一個所 那理工專長有他的那個結構 停車場該怎麼蓋 對 沒有錯 可是合約的部分 像我們以前海發所 都是法律教授 有很多民法的老師 如果跟採購法什麼 其實都有很多專業人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 越去檢討才越發掘問題很多 其實我在發掘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叫做行政經驗不足 你看就我們看台北市政府好了 台北市議會 不是有很多議員 要拿東西去給柯P 以前我看每個都拿 從來沒有看 他是市長把他丟掉的 那個龍袍 柯P不知道有沒有穿 我們的秘書長都會很積極的 先去幫他接下來 對 是不是以前有一個 尤其這是很收入性的東西 我覺得的確 總會讓謝國良這樣丟出去 我算了 這樣只好從他位置走 走到前面去 至少也七八秒到十秒鐘吧 旁邊的人也趕快去接了 對嘛 那就表示以前可能從來沒碰過 反應又太慢 而且第一時間 所有事情謝國良出來講 我就覺得就不對 你有主管的局處長 就叫他們出來講 怎麼會你自己都跑出來講呢 你看李四川 為什麼受到很重用 他其實就會預先去想到 各種可能的情形 這個都要沙盤推演的 現在你每天的動作 全台灣都在看 所以有很多 你行政經驗不足 從這個地方就有看出來 我覺得真的很多要加強